登班主突然解雇了球会的功臣杜曹 换了只有三年英超经验的扑达,球坛为之震惊 如果我是保利,为何会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其他更有经验的领队? 有人说他在圣诞节后就会被炒,这可能性有多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回到车路士新闻台 首先第一件事是多谢上一集有份课金以下车迷 多得你们的支持,我们这个台才可以继续营运下去 也希望各位like,comment,share,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按个小铃铛 还有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各位用这个超级感谢课金来支持 上一集说过为何班主会解雇杜曹 有网友在留言区说得很好,就说 双方因了解而分开都未尝不是好事 虽然网主和很多车迷一样都为杜曹不值 甚至足球名足桑拿斯在他的节目中都说 认为事后传媒评论杜曹有很多会方抹黑这位德国教练的成份 不过米尔承吹也没办法 对于新任教练扑达,虽然第一场对萨尔斯堡只是赛和1比1 我们在赛后报告也指出欧冠杯的经验不足就是球赛管理不佳的原因 但为何保利会选他而不是更有欧洲赛经验的教练呢? 如果我是保利,以下可能是我选他的原因 第一点就是球队实力数据的提升 其实杜曹自上季季中开始成绩有点滑落 今季季初更加插水 一个数据网站FiveThirtyEight里面 他们是有一个叫SPI的指标数据 用0-100分数再调整对手的实力 来衡量一队球、表现和实力有多强 这个数据说杜曹在被炒友之前有81分 在莱比锡和马德利体育会之间 在欧洲球会中排名第10 看起来似乎并不是很差 但原来81分已经低于林柏特执较全期最低点的83.2分 即是说杜曹已经跌至低于林柏特的成绩最差的时候 为何会有成绩滑落呢?当然原因有很多 例如上一站我们也提过整条后防线换血需要时间适应 新兵补充得太迟,根本未夹熟等等 但对班主来说可能较难接受 相反扑达在白里顿接替前领队晓顿后的三季 SPI指标一直上升 由原本的64.4升至76.3 可以见到一路都说很重视数据的保利和美国财团 看回这些数据便会见到浮达有力把球会的表现发挥得更好 第二点就是浮达的踢法比较接近英超强队的特征 例如下面这个图我们展示了球队的踢法 打直的歪軸是全球的直接度 数据越高便代表长传越多,控球率越低 X 族代表每一次攻势涉及的全球次数 可以见到上季联赛前列的球队 例如曼城、压次、利物浦、曼联、阿仙努里斯特城 以及杜曹的车路士 藍点全部属于四格的右下角 即着重控球比率较高和全球次数较多 白礼顿白色点也是同一区域 显示浮达带领的白礼顿踢法上与上述球队相弱 当然以球员的质素来说成绩上不太好 Sky Sport 以下图表显示浮达领军的白礼顿 他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可以与英超上季前六球队困一困 例如全球来说第六位比阿仙努更高 直逼曼联和热次 成功在高位迫抢第三位甚至高于车路士 仅次于利物浦和曼城 空球比率比阿仙努曼联热次更高 当然在进攻方面因为球员的差异比较低 但其实仍然与前六球队看齐 例如射门数目和在对方禁区中的碰球次数 由此可见若博达执教白礼顿中型班都可以做到成绩 比较高质素球员,例如车路士那些 表现期望增进很多 我相信这也会吸引到保利聘用他 第三点会吸引到保利聘用博达 就是因为他的战术思维和杜曹很相似 下面这个图会见到 在2021-2022球季 白礼顿排出不同阵式 最多的是352阵式 上次我们看到周中他们对萨尔斯堡的时候 都是排阵式 还有343有8场 还有4231有7场 主要来说都是用三中坚加翼废的阵式 甚至其实4231这些阵式都是上季杜曹经常用的 如果请博达回来做教练的话 可以确保到今个夏天大手扣入的球员可以继续沿用 投资就不会付诸流水 亦可以避免以往在艾巴莫域的年代 买了不同球员 但不停换领队便会不适合新教练的问题 第四点比较少的分析文章 不停换领队便会见到 就是说这个博达是一位英格兰的领队 如果我们看多些英国的报章 评论不同的领队时 我们很多时会觉得他们真的捧回自己同胞 例如说如果是林柏特 或者是借拉特 或者是博达 或者是博达 可能总结这种想法 这位每日邮报的体育记者Martin Samuel 在他的专栏中的标题说明 他说博达来执教车路士 就是所有英格兰的教练的一次胜利 文章中说 一向以来英格兰的一些教练 他们执教不了一些大的球会 例如说是中营班甚至小营班 其实教练这些球会失败的机会比较多 但当这些教练成绩一滑落的时候 大家就会说他们都是英格兰的领队自己不行 所以才会失败 但这次车路士请了博达 他说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一件事 当然他也觉得这个杜曹被人炒优 是真的有点苛刻 但他说博达的委任是正面的发展 他就说这些大球会也不是没有聘请过英格兰领队 他就用林柏特做个例子 但他说林柏特当时执教车路士的情况很不同 因为当时车路士在一个很不寻常的时间里 例如说当时车路士被国际中协惩罚他 说有两个转会枪是不准买球员 于是很多正常领队都不会来车路士执教 变成林柏特当时年轻,很有斗心,很有野心 他也是车路士的传奇人物 所以找他回来的时候比较顺理成章 但现在情况很不同 现在一来没有刚才所说的限制或制裁 还有保利刚刚才用了破球会的纪录 那么多转会费在今年的夏天转会枪买人 现在车路士请博达证明英格兰领队真正受重视 这个体育记者他这说法大家同不同意可以再说 但在文章里你可以看到他对英格兰领队执教车路士有很多期望 这种情况可以确保保利在找了扑达时 最低限度传媒不会大力批评他 对于功臣杜曹的替代人选会不会惹来球迷的负面印象呢? 如果保利是请了英格兰教练就不会了 所以以上有四点从一些数据或跳入英格兰球迷 甚至是保利自己的想法里尝试解释为何选择扑达 而不是选择譬如普哲天奴这些更有名气的领队 另一个问题就是选择是这样选择 但究竟扑达那么少经验尤其是完全没有欧洲赛经验 究竟会不会成功呢? 当然扑达仍需要磨合的地方还有很多 不单只是新球队、新球员 还有顶级球会的文化和心态 这些都是他自己没有经历过的 还有当然各班主其实也是刚刚还在适应期内 但我自己觉得扑达获得成功的机会是相对大 为什么呢?以下都跟大家做一些分析 第一点就是球会革命才刚刚开始 这个保利虽然是口没遮难 又说英超明星赛、清分数据不足 以至流失了迪布尼和沙拿等等球员 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资讯 但他要将车路士提升至班霸级球会的决心很清晰 例如早前超过2.5亿磅来买球员 还有他主动提出女子队训练设施不足 也要大手投资进去更新 还有他答应过要抗建或重建史丹福桥球场 但现在还未开工 别忘记班主签了协议 十年内不能转让股权和收取股息 因此整间球会的资产增值是未来十年内的目标 现在扑达来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一两个转会枪 也会得到班主的资产支持他 因此可以买回他自己适合的球员 其实慢慢的成绩会越来越扎实 第二点就是球会架构也占摧健全 例如早几个月时保利和清湖财团 刚入主时管理层还未改造 然后随着球会主席北克 然后董事简洛夫斯佳亚和顾问斯治等等逐一离职 其实球会在今下转会枪时 在领导层方面有一些不稳定的状态 当时保利要站待体育总监位置 球员转会谈判于是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 也令祖军迟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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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 其实体育总监很重要除了买卖球员等外 他也可以作为教练和管理层之间的中介人避免很多磨擦 早前杜曹都曾经不止一次说过 私自离开车路士其实对他的影响很大 希望球会尽快找到体育总监的人选 再加上保利他们在美国方面的体育经营经验 一定可以帮助扑达建立一套完整体制 最后一点是球员亦会拼搏 虽然奥巴美扬、史端宁、古里巴里等来到加盟车路士 或多或少都是因为杜曹的名气 现在换了扑达当然在这方面是远远追不上 他们这些球员对于突然换领队亦会感到意外 但其实他们上车无非想捧杯 现在即使换了教练也好 也没理由不拼搏 上场球虽然赛和1比1 但其实个别球员的表现挺好的 根据数据 上一仗古古里拉一场球中更换3个位置 他6次产折、11次地面争球 而9次成功 这些都是整队球中最佳的成绩 还有佐真奴 他在地面有7次跟人争球 和4次产折全是100%成功 史端宁也有球 奥巴美扬的状态当然不太好 但我们也见到他很乐力 美神蒙特的表现也被人赞他 较季初有进步 由此可见他们这些球员对于扑达并不反感 第一仗的成绩当然未如理想 这些球员也是新教练 大家都要磨合 但整体踢出来是否很差 其实也不算是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最低限度球员也十分乐力 这最重要 欧冠杯始终要靠经验 例如上一场球提到球赛管理这方面 如何处理扑达当然较输 但对于国内联赛和杯赛 其实今年仍然可以期待 以上各位是否同意呢? 这些大家可以谈谈 因为上一集有网友说 我提到杜曹,为什么会被炒 是否为班主洗白 当然我不是为他洗白 我帮他洗白我又没有钱收 当然大家同意或者不同意我的意见 如果是这样的话记得在下面留言 也要like和share 还有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各位可以超感谢课金支持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